好很多人網路上最近都會貼一個文 說抱歉本文因違反數位中介法已被刪除 我告訴各位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法現在只是延後而已 並不代表說它已經沒有要推了 而且在這個時候各種的帶風向都來了 例如網路上會有這種澄清文 NCC沒有強推 這個草案只有在公聽會階段還沒送到立法院 等等的包含林靜宜也出來甩鍋護衛中介法 甚至他還把他甩鍋說 這是NCC辦公廳會宣傳 他們說民進黨要強推 民進黨沒有 我也沒有要幫NCC講話的必要 到底數位中介法是什麼呢 網路上你會看到很多的帶風向跟你說 我們這是要管一些假訊息 我們這是要管一些私密影像的一些管制 但是裡面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韓明哥這個法案如果通過有多可怕 這個法案通過 第一個你們中天就要倒大門 完蛋了 我們先短短一分鐘 你們大概很快一大堆東西全部都要被下架 不然就是標註警示標語 就這麼簡單 以後在台灣大概所有的平台 只要看到爭議的言論 只要看到對民進黨不義的言論 第一個我是平台主 我就自己先下架 為什麼我到時候被你罰錢我多冤啊 你也不是我自己發的訊息 所以這就是一個超級的言論控制的一個手段 可是民進黨說他沒有強推 我請大家一個概念就好 NCC叫獨立機關對不對 如果他真的是獨立機關的話 那請問一下 行政院為什麼可以叫停 他如果是獨立機關的話 他要辦他的公立會就自己去辦啊 行政院只能瞪著眼看啊 結果行政院可以立刻叫他 你這公立會暫停就暫停了 所以他要獨立一個頭啊 所以表示NCC根本就是在民進黨掌控之下嘛 所以林靜寅還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呢 最可怕的是現在林靜寅還在帶風向 他呢現在大翻車之後呢 他就說 藍白也都有提過啊 但是問題來了 不是只要涉及到網路管制的法案 都是數位中介法好嗎 當初國民黨跟民眾黨提的是什麼 他是要管制散播那些色情圖片 或是把一些受害者 不應該被公佈的影像 被公佈的這些相關的東西 他認為網路上這一類也太氾濫 所以希望能夠保護這一塊 那實際上那個會保護到誰你知道 保護到蔡依依 因為蔡依依之前不是頭像被人家換了嗎 然後就弄了一些不雅的影片嗎 這不是在保護你嗎 那我就覺得更好笑 假設你們認為當初是國民黨先提的 那你當初為什麼不讓他過 你們現在不是正在推這個法案嗎 如果假設國民黨跟民眾黨 推了跟你一模一樣的法案 那你們當初為什麼不讓他過 那現在為什麼要積極鼓吹這個法案 那實際上你們現在在推這個法案 跟國民黨那個法案根本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你們現在是要花25億 去成立一個民間的單位 然後來監控言論 然後只要言論不符合你們一頁 不符合這些被你們授以權利的民間 的這些人士的觀感 他就可以去檢舉 然後檢舉之後法院就要負責去判 然後在這期間就要給他上警語 所以這種控制言論還得了 那民進黨根本就是鬼扯 你根本提的法案就跟人家完全不一樣 你完全就是著重在言論監控方面 結果林進宜這種人 還有意思去串聯了一大堆1450 然後在那邊到處在那邊洗 然後洗了被人家發現根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看他多低級啊 他居然講說 我沒有幫NCC講話的必要 那我的辦公室也不是負責這個 所以這個不關我的事 你自己在那邊寫了一大篇 然後被人家罵翻了之後 你就告訴我你不關你的事 這邊有這麼丟臉的人啊 台中第二選區之後你們選出來的立委 你們不覺得自己很丟臉嗎 怎麼選出這種爛人啊 自己斜頭 自己先去討論這些事情 自己再帶風向 然後帶完風向之後發現不對勁就告訴你 這不關我的事 我沒有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什麼人啊 那民進黨為什麼現在要躲 因為現在他們怕對選情造成影響 所以請注意 反正草案撤回沒有 沒有哦 他只是暫停哦 他準備要等到選完之後繼續推哦 我跟你講民進黨最厲害的一章 你知道 這個法本來叫數位傳播服務法 數位傳播什麼法我忘記了 其實很久以前就推了 2019年就推了 然後那個時候被罵翻之後 他又改名 改名之後又被罵之後 現在才改成這個數位中介平台服務法 他每次都換一個名稱 然後越換越奇怪 然後讓你一般民眾搞不清楚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是實際上他目的都完全一樣 他目的就是為了要全治言論 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不利於民進黨的言論 全部刪除全部消失 這才是他始終的目的 我跟你講 下次他可能又換一個名稱出來 可能又換一個什麼 不曉得 反正 反正他就莫名其妙 算到一個讓沒有人看得懂 他在寫什麼 然後就可能到時候就印過就過關了 我跟大家講 我絕不是跟你開玩笑 因為這個對民進黨2024的選舉 非常的重要 是 他這一次2022 因為這個是縣市黨的選舉 還沒有到那種層級 到了接下來的兩年 他們一定要不斷的操縱抗裝保台 然後告訴你 中國大陸認知作戰多劇烈 我們這個法如果再不通過的話 中國大陸網軍就會勝錯到全台灣的網路了 這個時候我們非通過不可 然後立法院強力動演就過 你相不相信 這個時候再配合 老共那時候可能剛好有個軍演或幹嘛 可能就順利過關了 所以我對台灣言論自由的未來 其實我非常悲觀 我認為他大概八九不離十一定會過 而且這一次不會再有人去占立法院 也不會再有人在行政院 因為當年的那些所謂決心 其實都是民進黨養的狗而已 所以很可怕 為什麼今日不留言 明日被刪演呢 如果說今天這個數位中介法 真的這麼棒的話 為什麼會緊急踩刹車呢 民進黨自己也知道風向不對 輿論不對 大家都發現其中的貓膩了 如果說今天我們被關台之後 我們沒有在網路再繼續撐下去 監督政府有這個頻道的話 你覺得各位民眾 我們憑良心說 這個數位中介法會有人討論嗎 你會看出中間的貓膩嗎 你還會真的以為 如民進黨所說的 我們這個是因為 網路上有一些管控私密影像 我們需要這個法啊 我們這個要通過 我們才能管控私密影像 你想要知道的 他要管你的 你不想被管的那個怕 他不說 不說就沒人知道 等你違規之後 你看看我們 你看看中天 我們如此辛苦在撐下來 但是呢 我們繼續來看 選出這種立委真可悲啊 他剛不是說了嗎 藍白都有推這個法案 各位啊 這算不算謊言 如果說未來再講這種話 那講錯的這些 明代 這些官員 會受到 一樣的處罰嗎 好 因為現在國民黨出來說話了 甚至呢 民眾黨他們 更說得更直白 他說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啊 好 但是有類似的 好 但類似的不代表等號好嗎 國民黨當時候提的是 侵害個人私密影像的 防治條例 好 然後呢2021年的時候民眾黨團 提案的是 要求網路平台 好 下架移除的法源 就是如果有一些 性私密活動公開 好 自由侵害事件 好 的法案 完完全全 跟現在NCC推出來的 跟民進黨護航的 中介法就不一樣 好 不要以為現在是NCC提出來的 就不干你民進黨的事哦 民進黨你有沒有護航 好 我們接下來看 孟凱就說啦 他說 完全不同的法案好嗎 這個 曾明中說 不要睜眼說瞎話 故意抹黑 民眾黨說 不要意圖卸責 甩鍋在野黨 民眾黨團從未提出 數位中介服務法 民進黨必須約束 側翼網軍 停止散佈假消息 誒話說回來 到底假消息都是哪裡來的 很可怕誒 假消息都是哪裡來的 唉 我都有一點快不敢說了 但是我今日不說 我明天就沒得說了 大謙哥 如果台灣現在真的有一個數位中介服務法 而且被很公正公平的來執法的話 那麼現在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跟1450 在網路上所散播的話 都應該要被標註為不當言論 都應該要被標上警示的標註了 因為這些都是假消息 最會放假消息的不就是民進黨嗎 就是執政黨自己 從民進黨執政到現在 所有的這個號稱中立的獨立機關 通通都變成民進黨的打手 變成東廠 變成錦衣衛 從促轉會到NCC都是如此 所以民進黨現在出了事 想要跟NCC去切割 這樣講出來誰會信 更重要的一點是 NCC說他只是開個公聽會而已 並沒有打算要推這個法律 那這更別鬼扯了 就我過去在立法院十幾年 我最清楚知道 行政部門在推動立法之前 他都會有一個必要的預先措施 就是他召開一個公聽會 這是他的一個標準作業流程 召開公聽會之後 再把公聽會意見再加進來做一些調整 他就把法案送進立法院來審查了 這是一個標準的這個行政部門 要這個立法跟修法的程序 所以你今天告訴我說 你就閒著沒事幹 我就想試試看大家對於 數位中介法的看法是什麼 你就召開了一個公聽會 你並沒有打算要推這個法案 講這種話還會有人信嗎 就今天NCC也好 民進黨政府也好 他真的認為用這樣的說法 能夠完全地欺瞞住台灣人民嗎 剛才這個寒冰講的沒有錯 我認為民進黨現在 他只是暫時的這個修兵下來了 他在等待 就是現在的風頭對他們 並不是很有利 他等待說如果今年年底 民進黨選贏了 今年年底選完了 民進黨就強渡觀山了 他已經毫無忌憚了 那麼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們不想 把我們的嘴巴被封住 我們不想連我們在網路上 講話 聊天 發表意見 都要被政府部門的黑手監控 那麼請在今年年底 用選票先懲罰民進黨 你只有在今年年底 讓民進黨敗得很慘很慘很慘 民進黨恐怕才知道 有些法案不是他們可以 為所欲為一手遮天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還希望 知道我們疫苗採購的價格 流程跟細節 2024年讓民進黨政黨輪替吧 唯有政黨輪替 當年陳水扁把自己的國務記號費 列為機密保存30年 是因為政黨輪替 馬英九解密了 所以陳水扁的國務記號費 才這個爆發出來 同樣的 如果我們想知道 我們疫苗採購背後真正的貓膩 跟各式各樣 我們所懷疑可能存在的弊案 那麼在2024年那場選戰 用選票懲罰民進黨 讓政黨輪替 那你就讓這些 本來被民進黨列為機密的內容 統統都可以解密了 還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想有折扣喔